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Windows Server 我們的遠端周邊的POR是3389 我們怎樣去修改一下我們的遠端周邊的POR 把它改成27100 那這個27100呢,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看看呢,只要這個POR不要衝突到,都可以用 跟你的這台Server裡面的服務不要衝突到 那當然你有條件服務,那當然要去測試看才知道 有時候是你裝你知道的,有時候是未知的 所以呢,你可以去Google上面去查一下 PORLIST,去查查看 好,這邊呢,怎麼去修改 那你這邊呢,我們來看一下,你只要呢 針對我們的這個運動社會裡面去選取 按右鍵執行 執行什麼,REGEDIT 對不對,那你就會出現呢 我們看一下,這邊是不是有很多的一些登入的機碼 那這邊呢,各位要特別注意 裡面有一些設定都是系統裡面的東西 很重要 那你如果不小心刪掉的話呢 那當然沒有影響針對服務 有影響針對系統,你的機器可能就不能開機 所以你要以致的去做 未以致的呢,不要亂做 這樣子啊,這裡不能測 不能測,要知道的才能做 好,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要去改後要從這個裡面去做 我們的登入編輯程式裡面呢 去針對呢,我們的這些設定的機碼 好,首先呢,它的位置呢 當然你要去找才會知道 當然呢,你要去知道說在哪個位置 第一個它在Hockey的Locomachine 對不對 Locomachine裡面呢 我們的System System裡面 好,System裡面的Ctrl Set 好,這邊 對不對,箭頭再往下 然後裡面呢,應該是在我們的 Ctrl 對不對 好,Ctrl底下呢 在哪裡 應該是它的Terminal Terminal Server 就是遠端的服務 的Server T開頭的,所以我們就找到T Terminal Server Terminal Server底下呢 在哪裡 再往下找 Terminal Server裡面呢 叫Window Station 在最底下這個 Window Station 好,你可以看到路徑在這裡 從這裡就可以看到了 好,路徑在這裡 我們在Window Station裡面 好,這裡面呢 有一個什麼 RDP 這個TCP 就是這裡面 好,這裡面呢 你要去找 對不對 找一個叫Pore Number P O P 好 P呢 輸入了之後 你要注意看喔 在這裡找到的這個位置 我們要把這個呢 3389改成27100 你要點兩下 好 這裡是16禁字 你看不出來 知道不知道嗎 你要用10禁字 我們習慣的 是不是3389 好 所以你要改掉呢 用27100 好 這邊呢 按一下確定 27100 用10禁字才會習慣 好 好 那27100的16禁字是多少 是69dc 對不對 那 當然這個算法 要去學一下怎麼算 那有10禁字讓你轉換 你就用10禁字就好了 對不對 這樣子 好 好了之後呢 這個2710 這樣就設定好了 你要把這個房關掉 這樣就存起來囉 那存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有提到說呢 這台機器的軟體部分 是要經過防火牆連進來 對不對 那我們進來呢 它內地開的是3389 對不對 27100是沒有開 所以要正對我們的防火牆 去開啟 那防火牆呢 要去怎麼哪裡設定 這裡有沒有看到 進階設定 進階設定裡面呢 可以點一下它 好 這裡面呢 有一個叫輸入原則 就是呢 我要進來 要知道 出去跟進來 那我是不是有一個服務 要讓人家能夠連進來 這叫什麼 輸入原則 規則 好 在27100 是我們裡面的一些服務 不是嘛 所以在裡面找是找得到的 大家知道 像同學早上問啊 我們的PIN在什麼地方找 對不對 PIN的名字 很莫名其妙 哈哈 對不對 但是呢 也在這裡面找 你不要特地去開 這裡面就有 好 我們先往原來的啊 對不對 這裡面來像圓 那周邊這些什麼 超是多少 你看一下 我點兩下 它是不是告訴你呢 好 在這裡是一個3389 對不對 但這個3389 我們就沒用啊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用的是27100 所以呢 基本上你3389 可以把它關掉 這樣比較遠 是吧 那我們現在先不用動 好 我們要新增呢 就是我要做新增規則在這裡 新增 我們要新增什麼呢 是程式嗎 不是吧 連接PAN 欸好像是 對不對 就連接PAN 欸又看得懂 好 那我們要下一個 我們要呢 它走的是TCP 不是UDP TCP呢 是什麼 安全的連線 安全連線呢 要把一些資料全部下載才能夠看得到 好 那我們要給它特定的PAN 不是所有的啊 對不對 所有就沒有意義了 好 那我們就27100 PAN給它 好 那我們要聽公共27100是 禁止原線呢 封鎖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要允許進來嘛 對不對 所以要允許 好 那這個呢 三個王域的空間 你要知道哪一個用 如果你不知道三個都把它打 就打勾 這樣知道嗎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在私人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先不知道 先把它全部打勾 好 好 那這要給它一個名稱 就叫 RDP 對不對 是不是習慣名稱 27100 這樣就看得出來 好 按一下下一步 好 完成 你就看到27100在這個地方 設定全部 對不對 以起用 有沒有 允許 等一下來 你就可以看到 它是起用的允許連線 名稱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當然呢 如果說你還有一些限制的時候 這個POR誰可以連進來 對不對 允許誰可以連進來授權 有沒有 遠端的使用者 對不對 這些 特定的 這些POR我們要改這邊 遠端的電腦 有沒有授權的電腦 這邊都可以做一些比較特殊的設定 都可以設定 好 那我們現在呢 27100開好了之後呢 你就會想說開好了 是不是就可以 OK了 那我們就先來測試一下 對不對 好 我先把它連到自己的 21 121 對不對 121在哪裡 是我的電腦 看一下 121 好 我要去連線 好 跑不出來 對不對 設好了之後呢 跑不出來 那怎麼辦 第一個動作 就習慣一下 微軟東西設定好 做個動作叫重新開機 大家知道會知道嗎 好 那就能這台機器重開機 好 開機完之後呢 我不登錄了 我直接從外面這台電腦連線 好 是不是就看到我的帳號密碼了 對不對 好 密碼等一下登錄一下 好 然後呢 點進去 這台是121 對不對 121呢 然後就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現在的 真正無造 這一台機器 你更改你的 破那個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檔案總管 從上次呢 這裡面是不是搞的 哈地管 對不對 是有一個哈地管的檔案 對不對 所以是這一檔沒有錯 好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有關更改 我們的遠端中文的連接部 好 湯鐵就介紹到這邊 好 那這個部分呢